直到看到网传第二十条演员出场费 才知道原来秦海露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正的这个片酬 可能拍一部戏的片酬够老百姓活一辈子的 玛丽饰演女主李茂军戏分最多 精英时候拿奖拿到手软 既能演证据又能演喜剧 知名度也够高 网传出场费150万 虽然和那些上千万的片酬相比 是小屋见大屋 但这150万也是普通家庭一辈子的收入 雷佳音饰演男主韩明 戏分自然不少 还曾拿下白玉兰金银角试面 知名度演技在鱼圈都是佼佼者 出场费和玛丽一样也是150万 赵丽颖最令人意外 虽然这次她在电影中只是配角 但她的演技无庸置疑 作为当红小花 她就是片方最大的宣传点 出场费自然不贵低 只是没想到竟能和雷佳音玛丽一样多 可见片方对她的重视 刘耀文饰演韩玉晨 作为内鱼炙手可热的男团成员 她的粉丝基数旁大 电影中担任的也是重要角色 有名气有实力的演技派 广传出场费100万左右 张义饰演张主任 也是为拿奖拿到手软的实力派演员 大概是戏份没有了 出场费100万左右 她为稍低一点的王霄和李乃文 出场费就少一些了 分别是50万和80万左右 仅仅一个出场费就高达百万 难怪人人都想当演员了 在暴雪时分 演员背后大满 饰演孟小冬的王兴月 2020年迁入余政旗下 和徐凯白露同一公司 有演技有颜值一炮而合 如今备受余政看重 饰演因果的赵金脉 童星出身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 签约公司十八文化 陈道明胡君都是旗下艺人 老板是金牌经纪人王金花 李冰冰白板河等知名女性 可都是她朋友的 有这么强大的厚度 加上可圈可点的演技 漫漫未来可期 吴磊饰演男主林玲 观众从小看着长大的漫画 如今内娱的实力派流量小生之一 本以为她的背后也有什么靠山 殊不知她这一路走来 靠的全是自己积攒的口碑 着实令人佩脸 饰演江阳的陈静可 经纪公司飞饱传媒 张子怡曾入补过这家公司 也算是陈静可的老板之一了 丁孝莹饰演林玲 一考拿下五大异校和合正的小姐 最后入学中央戏剧学院 之后被心里牵涮 李清心之类都是该公司旗下一位 室内于实力相当强劲的一家公司 饰演无味的董子丹 剧里的最佳助攻 经纪公司《蒙阳文化》 和江苏颖蔡文静等都是同事 饰演陈安的韩东远 和饰演成岩的戴斯 都是佳行旗下一位 佳行这家公司就不用多说了 毕竟知道杨幂和迪丽热巴子 应该都知道这家公司 失去公司包装 明星到底能有多佳 你看欧阳娜娜走红毯白道发光 本以为她天生丽质 没想到是在上台前 全身涂了粉底 和任命同框走红毯简直硬骂了 杨幂如今37岁了 状态就像20多岁的小姑娘 出席活动颜值高身材好 没想到却在颁奖典礼上 暴露小秘密 镜头转到背后 四四方方的甲团垫很是明显 杨迪于圈出了名的血型 以丑闻灵 但经过化妆师的妙手回重 直接报改网络男神 这要不是看着她变成这样 谁敢相信 同样被化妆师报改的 还有精进 化妆前就是苦苦通通的正常 20分钟后秒变韩国女神 这大眼睛小俏皮 谁看了不惊呼称赞 韩国爱斗仁耐英的成团业 可能是太过激动泪洒当场 结果只是捏了下鼻子 鼻子就被捏扁无法挥抬 这下全国观众都知道是个假秘 刘涛45岁还宛如少女 笑起来一嘴大白牙格外好看 殊不知这是她早年为了好看 不惜花费300万换的一嘴烤鸡 灵星们为了眉也是豁出去 拘禁依每次亮相 精致的妆容外貌挑不出任何毛笔 可无奈155的身高是硬伤 走红毯为了撑气礼服 只能脚踩恨天高 走路像踩高桥一样 杨超越一头浓厉的黑发线上旁 结果录综艺就现场毫发 原来是用的假发片 你看彭于昌录节目 上一秒还是帅气难大 下一秒就秒变中年秃头男 假发可谓功不可没